我是大陆的佛弟子,学习佛法,获益良多,经有一事困扰,反省回复。 我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的爸爸,寿命很短。 具体到哪一天,什么病,而且他过世的日子,这样子我都很清楚。 早晨起来很伤心难过,反省大德能够告知我该怎么做, 能延长他们的寿命,使他们身心安乐,健康长寿。 那就要善巧,劝导他,学佛念佛。 他们自己真正修行,就能得到身心安乐,健康长寿。 自己要去种善人,才能得到善果。 我们希望健康长寿,要多修无畏不食。 他自己要修。 首先第一个就是素食。 他对身体健康有决定的好处。 而且不杀生啊,他不会有短命报。 要跟父母讲清楚素食的利益。 而且呢,要用善巧方便。 如果他不能接受,那你要多在这个道理上跟他们讲清楚。 不能强迫,让他们自己了解。 还要学会横顺。 不能让他们起逆反心。 让他们呢,接触佛法。 尤其是净土法文。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这是最殊胜的。 那么寿命的长短, 其实都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了。 为什么呢? 他们只要一心求生净土。 寿命短的话, 他们就往生西方早点去。 去那里才是真正身心安乐。 你看极乐世界, 无有重苦但受诸乐。 那个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, 殊胜美好, 在《无量寿经》里讲得很清楚啊。 多看看,多听听。 在网上现在收听师父上人的这个经教很简单。 每天陪着父母一起听。 这是为人子最好的一张事情。 帮助父母学佛, 帮助父母出六道来回。 大笑。 那么他能够断恶修善了。 积功累得, 自然寿命又延长。 而且能够生命品质会非常高。 又长寿又健康又快乐, 这个生命品质好啊。 千万不要长寿还病苦, 这就不好了。 要不要啦。 mond留本来在庄丛的时候 要很防治啊。 木柯 誌